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境者阿米的阿米秀 是固化 而广州朋友则笑笑继续按节奏推进事情 深思熟虑而后发之人且雷霆暗君 这是千百年来 活跃在珠三角地区的月商 生生不息的基本原理 比如写20年跨境电商创业投资孵化经验 前后打磨近一年姗姗来迟 却恰到登场好时机的跨境电商创业投资老司机老肖 大部分的朋友 其实是平台给的流量 是平台给你智商 别生气 是平台赏了你一口饭吃 然后你抓住了 我们也是 社会的平台 社会的平台给的你红利 我也是 我们开玩笑的时候 我们是记得利益者 是的 就改革开放的记得利益者 对 我看到那个网上 包括有些去批评我们的高考制度 但说实话 我老家在农村 我们那种农村非常闭色 你是哪人 何园 何园 东园 万绿湖大家去过吗 万绿湖水库边最边边最角落的地方 如果大家唤一时就穷 穷 穷 对 我老家是赵庆的 穷 闭瑟 赵庆很火 现在所有的电商巨头都在赵庆 赵庆我要人 你能不能介绍人 可以可以 赵庆的同学我开窗 对我赵庆你看 唯品会 京东 拼多多 民创优品 什么所有的都在赵庆 然后还有小鹏 对吧 巨头都在那边 因为越西的人才都说 年轻人都在那边 现在就是 我们所说的就是穷的地方 他中了两句话 有句话别想讲 穷山恶水出刁民 外山刁民 但是同时 穷山恶水 结果有人才出来 懂得珍惜 懂得珍惜 知道怎么样去抓住机会 我们前几天 刚跟HR在讨论明年的 人才的策略 我就比较喜欢 找那些有任性的 懂珍惜的 有进取心的 我们找管培生 这里我不知道能不能 也卖个广告 如果说有大学生在看的话 我们可以给到 我们的比赛也不少用户 对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薪酬 对 如果说有兴趣 就去问问我们要去他参加 我们的广媒生招聘就可以 广州备法一级来 搞消货权 对 他就说包婚恋包车票 哈哈哈 那是个梗 那是个梗 哇靠 一个老板撞出来 还说包婚恋包车票 对 那中间就说我需要这种人呢 大概率他是怎么来的 我们发现可能农村吃过苦的人 这种人概率比较高 有什么 有任劲 懂珍惜 有进取心 对 所以刚才那个阿咪讲的 穷山恶水出X名 第二个也出人才 也出英雄 对 因为你只有奋斗 你只有武力 你是没有退路的 你不像说你在北上广深 回家还可以啃老 而且有几百万的房子等着你 你不用买房子 对 我那天跟我们在群 在我们内部群在分析 就说SIS这个网站 这个名字说出来谁就知道 后面不能讲了 SIS后面不能讲了 然后我跟四海商周的周宁周总 你跟老周聊SIS 我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 你跟老周聊SIS 有一次他深夜来到深圳 然后叫我过去 然后你们两个人一起深夜聊SIS 我们两个人在他那个酒店的房间 我老婆还是以为你们两个老周 老周 你等着啊 我要找你 中间就讲到一个 这个公司为什么 因为那个四海商周 那个是他的前农家嘛 为什么他们做得这么厉害 这么猛啊 那个老周那个原话 那个老周那个不允许你去返国啊 对 他说原话就是 因为这两个小伙子没得选择 你看老师我是南京大学的博士 这两个小伙子他没得选择 他只能往十里科 就没有退路 财力比不上 你不是问这智商吗 那以前的时间前 对 随便连压你 南大的博士 你跟老周有鼓手 老周当年在2014年 差点游说我加入他的团队 你是吗 被我拒绝了 还是那个梗 老周那个 早年拿到那个IDG的融资的时候 在广州社团队没有办公室 还是那个梗 我办公室画了三个位置给他 所以这个就是老邱 他不仅仅是个创意者 不仅仅是个 我觉得是 这什么 证人 那个我语文不好啊 手有余箱 那个是什么 证人 玫瑰 手有余箱 这一点其实就是海贝吗 我觉得差不多吧 那海贝经理要做什么事情 你看今天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 应该是12月份了 12月份 我们在6月份那个本来的计划 要那个上线的 但是一直拖拖拖 老邱是个产品经理 有产品经理这种执念 但同时他也是个商人 我呢 不是个优秀商人 但是呢 我会看 这个吗 给你加点 就是我会看 一个优秀的项目 它不 它的产品打磨 绝对不是 不是一个是 一出而就的东西 现在仍然还那个 那个还做得很差 那我要问一个事情 海贝 在 农历新年前 你 2023年上半年 海贝要做什么事情 海贝跨境 一千加外人自阅读 八百加半字 一千加多篇的知识洞察 四百加七五百加小时 四百加半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人创跨境案例截图 竟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制过阿米跨境 对 对 对 周先生 大概 一千万多 futures juicy 十 未来 稳某 十 小